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这个拖延症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做事特别爱拖延 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会去做 其实这个拖延的过程体验感是很不好的 那么其实在买保险这件事 很多人也有这个拖延症 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投保拖延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投保拖延症这个事呢 首先,就是有些朋友这个侥幸心里在作怪 很多人认为我不会那么倒霉 我现在身体很健康 我们家族也没有这个遗传的病史 认为这个疾病的风险离他们很遥远 那其次呢,还可能因为这个保险产品太复杂 不太会买 保险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产品 那各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呢 也都说自己的产品好 都有这个优缺点 导致咱们买保险的朋友呢 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来选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也可能有朋友认为啊 我有这个社保,不用买这个保险 其实这种想法咱们说过很多次啊 是不太对的啊 因为大家如果生了一些大病和重病之后啊 这个社保能解决的问题啊 只有一部分 那其余呢,还需要自己来偷腰包 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啊 这个保险有点贵 也不是什么刚需,就先不买了 那其实啊,了解一点保险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啊 咱们这个买保险的保费啊 是根据咱们的年龄来定的 你年龄越年轻,保费就越低 相反呢,这个年龄越大 这个保费就越高 所以你如果等啊等啊 其实越买是越不划算的 而且现在咱们这个保险产品啊 更加的丰富了 比如说一些一年期的重疾险啊 一年期的这个受险啊 一年的保费呢,可能也就几百块钱 那这个钱呢 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来讲 也是应该能够承受的 那所以大家看啊 很多的朋友呢 在买保险的时候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会兔兔拉拉啊 犹犹豫豫啊 迟迟的也不肯下定决心去买这个保险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 这个买保险有拖延症啊 会给大家带来不太好的影响 那主要呢 有这样两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呢 就有可能被保险公司拒保 因为在买保险的时候呢 有一项很关键的步骤呢 就是核实咱们的健康状况 那随着咱们年龄都增大 健康方面的风险啊 一些小病小灾啊 也会可能出来 那如果说真的是生病之后 再去买保险 保险公司肯定是不卖给你的 那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会限制你的保额啊 比如像重疾险 50岁以后呢 每年的保费会很高 但是呢 也只能买到十几二十万的这个保额 保额不高的话 就不能覆盖这个风险 也就失去了咱们买保险的意义了